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想先做個自我介紹 這是我的名字 我在義安理工學院 當監視講師 那最重要的我覺得 我想跟人家說 我是一位全職同入興趣 與嗜好的人士 今天我的題目是 我是華人 副題是 身份語言過期 另外我也覺得語言跟國家 會有關係 從純粹一個個人生活 到這麼大 國家 為什麼跟國家有直接關係呢 我們知道國語 我們知道官方語 新加坡人的母語 是什麼呢 這問題挺有趣的 教育部將會探討 調整小路會好文娛成績 中 課堂裡頭的很多生字難過非常高 是當初包括了 中學生讀華文B的 他們不知道什麼是蠟燭 要用Candle Candle來解釋 讀華文B中學生 十多歲的不懂什麼是瞎扯 要用 Talk Nonsense Talk Nonsense 來解釋 我們就在五月九日 當天是母親節 我們就在母親節那一天 到芳林公園那邊去 舉行一個簽名會 請大家來 句一句寫上名字 表示 我們不希望看到的無語比重 往下跳 最後我想問大家的問題是 如果你是華人的話 你可以怎麼證明 如果你是華人的話 你能夠為華文華語做些什麼嗎 當你在小半中間 你碰到 那個服務你的人是個華人的時候 你會不會主動寫出華語呢 比如說你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你會不會因為你的華文名 特別有意思 有某種既望 而感到非常的驕傲 你喜歡看華文書 你喜歡說華語 會不會因此感到自豪 能不能夠在學校 上華文課的時候 把華文成績搞好 更重要的是 你會怎麼影響 你身邊的其他人 在這個華文社會裡頭 我想肯定能跟大家說 換個名氣 我是華人 謝謝大家